记者丁伟杰家事报道,昨晚涉嫌杀开台中荣民医院嘉义分院蔡姓女护理师的中国级王靖妇人,经嘉义市警义分局完成侦讯后,今天上午10点1杀人未遂罪嫌疑送嘉义的检署,警方询问犯案经过时,王傅都表示忘记了,但向远警私下说照顾累了,很烦。 面对媒体宣问为何杀人?王傅淡淡地说,杀他时,我还有跟他说对不起。 23岁蔡姓护理师遭王傅持水果刀砍杀,造成颈部二处,两手臂各一处,左胸一处及右手虎口一处共六处伤口, 昨晚急救后转家户病房观察,今早已经脱离险境,嘉义市张图醒哲今早前往医院探视蔡女,未问家属。 警方调查,王贤,54岁,是中国湖南嫁来台湾的新移民,来台16、7年,曾有精神科技医记录, 近5年来照顾因病在荣民医院医治的90几岁丈夫而扭疲倦感,以及对医院护理师有所抱怨。 昨晚7点多,在台中荣总加利芬院三楼护理之家照顾丈夫时,突然拿出刀刃长约12公分的水果刀对蔡女行凶,行凶后随即被警方逮捕。